另外位在吉安乡的三级古迹吉安庆修院 历时数个月酝酿的智慧语音导览解说 随着疫情降为二级 鼓励游客使用 只要一级在手 透过扫描导览牌上的QR Code 就能够听到生动的语音解说 参观的同时兼顾防疫 也满足游客能够更深度认识 庆修院的历史故事 富有日式历史气息的花莲先定古迹吉安庆修院 提供付费导览 今年三月起还安排上下午定时定点导览 不过因为三级疫情影响而暂停 原一级在五月起用智慧语音导览解说 终于随疫情降级后 鼓励游客透过一级在手 免费扫描QR Code 轻松制导式听专人解说 兼顾防疫和探索历史文化的机会 庆修院在去年 因为整个一个 所谓的报复性旅游 那业绩算有一些成长 那于是呢 我们就是在去年的 庆修院营运的一个 行务报告的时候呢 有针对 就是回馈我们现场的一个 旅游 那也做一个升级的动作 也就是我们 自发性来做了一套 这样子的一个智慧语音导览系统 那我们目前针对七处单项 比较有就民众询问 询问度最多的 来做一个就是 语音导览的一个服务 那在解说导览牌上呢 已经有一些文字的说明 那当然因为文字呢 第一个也比较硬 然后再来就是能够叙述的版面 也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们就特别录制了 大概在两分钟以内 一分多钟左右的一个语音 那就是 不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 播报式的方式 就真的好像是有一个 解说人员跟你在旁边 解释的一个方式 让民众呢 能够对这一个景点 这个景物 有特别感兴趣的话呢 就直接用手机扫描 就可以呢 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指寻长陈怡正表示 园区内在佛堂 不动明王 空海大师巷 四国辩路等七个景点与文物旁 都设有导览牌 文字无法详细呈现的 语音导览都能听得更完整更生动 也满足游客深度认识 清修院历史故事的机会 参观的同时也兼顾防疫 与人拉开距离 安全探索历史古迹的魅力 配合疫情 园区开放梅花座椅 隔板桌位 禁止边走边吃 也禁止脱下口罩拍照 还请民众配合 记得讲报言 解显相报道